大家好,歡迎來到這一節的萬聯新聞一分鐘 之前有一節是堅尼隊長的意見一 看到他坐在Sky Sports Studio就知道一定有很多話要說 上一節是關於我們前四杯和班奴和蘇斯特茶 這一節,厲害了,大家可能也猜到 兩個重點的球員會說 即管他會說什麼 第一,他說普巴 阿堅尼說這樣,我覺得他做得不錯 這場球,我就不會特別覺得他之前那兩個月做的事 是令我覺得很有深刻印象 我們都之前說過了 能力,才能,普巴沒有人會懷疑他的 但他就要多用力,做多些事情 非常大隻,強壯的一個球員 他也是有能力入球的 他也傳球傳得很漂亮的 我就很喜歡看寶巴踢球的 如果他是去到盡 或者他表現得好的時候 但始終我們看到不少的情況 他就未必是表現得最好 尤其是上次那個十二碼 即是說韋斯仁那場球 他說這就是他表現的寫照 我想堅尼隊長仍然覺得 對寶巴也有少許有愛又恨 明明你是好球的 如果你長一長都表現得這麼厲害 他就很開心 但始終他有時又有些失敗 不過我自己覺得 不只是抱疤 其實現今的球員很多時候都會有 而且現今的球員 你說長一長都表現得這麼好 其實就很難 以前也不是 其實以前的球員都會有高有低 不過那個反差有沒有那麼大 可能是那個上落沒有那麼大 但是我自己覺得 現在的足球賽 老實說 比起以往的足球賽 其實整個踢法上的都不同 現在的足球賽斯文很多 但是體力的要求也高了很多 雖然我們剛剛上一節 我自己也有說過 其實那個強弱懸殊也好像強了 但是你說多了很多 又好像不是 因為除了那兩隊特別之外 其他球隊又好像差不多 所以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不知道堅尼有沒有考慮 不過我想普巴的而且是一個野火人物 就算我們萬迷早晨的球迷裡面 對普巴的評價也有很大的不同 也有幾多的比較上兩極 所以這也是可能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因為始終他這麼出名 好 第二個堅尼重點要說的球員 我想大家都猜到 因為他上幾次說迪基亞 批評都很嚴謹 很嚴肅 這次來說他就直接說到 萬聯要簽過一號仔球員 即是萬聯要簽過一個正選球員 他說迪基亞實在是太多 做了錯誤 現在他就不能說是一個 英超爭標的門將 正選門將 他說你經常說我很多話說 我從來都不是很喜歡他 他說堅尼從來都覺得迪基亞 他不是很喜歡的 說真的 他說很簡單 可能迪基亞的意思是 你覺得我偏見也好 甚麼都好 我是不喜歡他的 因為他始終犯了很多錯 還有一些大的犯錯 令到萬聯失了分 如果我們說買人的話 堅尼就覺得 我們最重要的是買一個好的門將 他也明白這件事是很難的 買好的門將是不容易的 他就說萬聯如果要去爭標的行列 無論是英超或是歐聯 他們都需要一個更加好的門將 他們需要一個改變 他們之前也試過 他就說不知道為甚麼 因為手門員是這麼特別 不可以換的 因為他說萬聯一向都是這樣的 如果一個前鋒 踢得不好 狀態跌了 或者表現跌了 或者能力跌了 那就賣走了 中場防守球員 都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永遠在龍門這方面 他會很緊張 而且很不喜歡換的 也希望給他多一點機會 給他多一點時間 給他多一點時間 但是他就說 其實迪基亞已經連續兩三年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這裏拆開一點點說 我估計 他是說 即使費Sir 費家信 都是這樣的 因為大家都記得 迪迪仔 初初來到的時候 都會有類似的情況 當時堅尼 應該還在踢 不知在踢 還是剛剛踢完 所以我估計 他直接說費Sir 也是這樣的 不知為甚麼 萬聯總是對於龍門 不願意換 接著回到堅尼 他說 其實比賽不是這樣的 我們看到利物浦 一換了龍門之後 多厲害 車路士現在的表現 始終因為龍門不穩定 結果就是這樣 也要換 車路士都不停換龍門 有甚麼大問題呢 如果他做得不好 和經常犯錯的話 你就要改變 如果你是萬聯買人 如果你是萬聯買人 當然要買龍門 第一件事 坊間也有很多好的龍門 他買過回來 令到萬聯有機會 再挑戰英超錦標 然後他又再加了 他說 我知道 蘇斯一查現在不會改變 他就會繼續用它 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一點都不覺得惡然 當然 他也知道 這場比賽 他也不會用羅美路 因為始終對他沒有這麼大的信心 這場這麼重要的比賽 蘇斯一查 有一個字 他訪問時 經常用的 就是信任 他真的很信任 迪基亞 我就不信任 就是堅尼說 但是 我也有一點都不奇怪 他會踢李斯特城的場地 說一點 因為龍門 我也是那句 我自己也不太熟 我們也說了很多 關於Denderson 或者怎樣的情況 我想 我估計 既然堅尼這樣說 我嘗試解答一下 當然我不會 各位熟悉門將朋友 可以幫忙 再留言回答堅尼 我估計的情況 始終龍門 是他自己一個 經常都說 而且他可以用手 而且龍門 是這麼多位置 即11個人 是最要求穩定的一個 所以 我想 在曼聯來說 他們也 以往 都曾經試過 有一些很好的龍門 就用了很久 包括蘇米糕 雲特沙都用了一段時間 雖然沒有蘇米糕那麼久 迪基亞 其實都算是 用了一段時間 都是幫到我們手 但是也試過一段時間 不停換籠 其實阿堅尼可能 不記得了 寶斯尼治 那幾期 就算後活的時候 都用了一段時間 但是之後 很多時候都經常 所以 如果公平一點說 應該說 萬聯如果 標籤了 你是一個好龍門的話 他就真的 很難換你的 包括幾個 蘇米糕 雲特沙 還有 我想 弟弟仔都屬於 但是如果 他不是 標籤 你拿不到這個 那他就不一定 會換你 很容易 一有事就換你 所以 我們現在 就是 堅持在這裡 我們就堅持在這裡 我覺得無可否認 如果你看好 弟弟仔整個 在萬聯的生涯 他真的能幫到萬聯 整個 整個 長遠的 整個 但問題在這段時間 而且他跌倒 還有 有些 蝦露野 我想蝦露野 是相負相成的 我們的後防弱了 是一個重要的事實 他又有蝦露野 亦是另一個重要的事實 兩元合起來 就搞得很嚴重 所以 是真的有些困難 究竟萬聯會不會打破這件事 打破這個 好龍門一定要保持 的迷思 還是怎樣 老實說 我反而還有一個因素 要考慮 就是 迪基亞是否真的無法處理 如果 這個轉回槍 我們再找到一個好的中堅 真是說後防 真是說真的 做得更好 迪基亞可能會更好 我自己覺得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 你問我 基尼 最重要 大巴覺得的一件事 就是 找一個好的後防教練 因為後防不是只踢一個龍門 也不是只踢一個中堅 是 龍門 加上back4 或者back5 才可以做到一個系統 正正 我經常說 基尼卿德森 今年踢得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石非聯的系統好 我們 說真的 現在這個系統 老實說 是沒有系統 我覺得 大家都是像街坡一樣 你說是否很有系統地防守 老實說 我就不覺得 如果有朋友 可以寫得出 其實萬聯的防守系統是怎樣 我也希望你們可以留言 讓我看看 究竟 那系統是怎樣 我看漏了些什麼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覺得真的 防守教練 是比我們換龍門 或者買中堅 或者換中堅 是更加重要 因為 老實說 利物浦 堅林用了來做例子 其實就是因為 雲迪馬上來了之後 他們整個後防都穩定了 因為雲迪馬上除了自己 是真的不錯 他也真的做到一個 在籌場上高 直接指揮的作用 有少少像我們在進攻方面做的事情 那 如果 買一個這樣的球員 是相當困難的 因為說真的 真的沒有多少個 這個球壇 所以 一個系統 一個好的教練去練他們 是更加緊要 更加實際的 你問我 這次節目就這麼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